在道教的信仰里, 我们知道九天玄女是地位相当崇高的女神,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, 为在屏东车城这一间供奉九天玄女的庙宇, 住持张桂梅与九天娘娘一生的关联。 那九天菩萨就是九天娘娘, 九天玄女娘娘, 九连菩萨, 菩玄菩萨, 还有观音菩萨。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四位神尊, 把她称为合体九天菩萨。 张桂梅从毫无神职感应, 到为九天娘娘建了进千平的庙。 一生走来, 虽然被病魔缠身, 却抵挡不住九天玄女娘娘, 要她在人间替她办事的使命。 起先我都没有印象, 也没有所谓的说有神职, 只是说在我二十岁出嫁之后, 我的身体状况就一直出问题。 那最后最严重的就是江子心肋奉似, 我们常常去给庙团啊, 神明啊, 什么。 有的没有的都有啦, 他们有的是说, 我会放到湖啦, 那有的是说, 我有人在队啦, 那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到真正的原因。 你有一个车,一个车会给你们? 我们现在要绕境, 出来之后第二天, 我们就到和平岛, 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, 我这个可能是带神职, 要来办事情。 到最后我们再去问一个神坛, 他给我们开靠糊, 开靠糊吃完之后就会讲话, 我是九天菩萨。 我们全省没有人擦国旗, 但是我在建庙的时候, 82年, 母娘就献出说, 你把我做一支基冠, 我去就把国旗擦起来, 十二面国旗擦上去, 结果她说, 原来就是你们要带国旗上来, 所以母娘叫我买一面国旗起来。 我出席这条路的时候, 他自然而然说, 你要建成, 差什么没什么。 我们来做一个神, 定主差什么之事。 如果七星镇过去, 才开始真正的替人家办事情。 那一天晚上十二点多, 我莫名其妙去敲别人的门。 我们的孩子在发修, 不然你不会去看她看她, 她就去望。 望的结果, 对, 四十二度。 隔天, 就一个接一个, 就是一传四十传百这样子, 陆陆续续的都过来这边问世。 那种是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来的。 朋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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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跟朋友介绍, 介绍, 来到这儿, 来到这儿, 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, 来到这儿找到正面的门。 我来到这儿, 无法改革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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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来牵到老师, 老师都一直把我改革, 处理到, 让我这样很随时。 他第一张单子, 就把我们的孙子就点破说, 这个小孩子一出生就有缺陷, 让我们大吃一惊, 蛮灵厌的, 就这样跟他结缘。 不管问什么, 要求必应。 我们都不跟他说, 他就先跟我们的问题在哪里, 叫我们怎么做, 就是觉得很灵厌, 很神奇。 因为童年的际遇, 让张桂梅, 除了提供信徒前来解货外, 更用自身的力量, 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, 不仅是金钱上的资助, 更不求回报的投入公益活动。 从小我是一个, 真是一个独生女, 我们的家境也不是说非常的好, 所以我在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, 我就开始, 从家福中心开始做。 后来我也有申请一个会, 那就是中华人的忽悠协会, 才知道说做公益是这样子做, 我做想里面还是会一直在往下做。 我也呼吁说, 大家可信不可迷, 有的是应该去给医生看的, 就应该去给医生看, 不要殖民已在公庙里面, 我是不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迷向这个东西, 但是也要说也要相信, 是要相信, 有这个东西。